西床邊坡原本應該完整的水泥牆 整片滑落崩塌 泥沙土石通通裸露出來 我告訴你就是 旁邊就像這樣 很大聲 無聲斬尼公 像電風那一聲那一聲 我才會很重 還有一口 十多戶平房 透天措就蓋在邊坡旁 下方的地基幾乎被掏空 房子看起來岌岌可危 住戶們的擔心 全都寫在臉上 我知道沒有在這裡煮菜 是嗎 我知道沒有在這裡煮菜 不是嗎 會怕 是嗎 西南氣流帶來豐沛水氣 南州國慶鄉下了好幾天雨 雖然雨勢都不大 但卻造成中潭公路邊坡 出現大面積的土石滑落與崩塌 遊行岸邊住戶安全 鄉公所預計先行撤離 欺負人家共30位村民 有崩塌的部分 就先用防護來全面覆蓋 讓雨水不要再讓整個邊坡 這個水壓力擴大 撤離居民後 三河局暫時會先以帆布遮蔽 裸露處 避免雨水繼續沖刷 他們也承諾會盡快搶修 不讓貪方情況持續惡化 最後洪潔明南投採訪報導